暗恋的小青梅生病 我送粥整理房间时 却在角落看见了一团柔皱的衣服 我背过身挡住正熟睡的小青梅 一点点展开衣服 心却瞬间坠入地狱 衣服的料子很薄很性感 我姐给我发来语音的时候 我正在帮柳如烟晒洗衣服 自从今年过完年 柳如烟就已经给我录了家里的指纹密码 自那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虽然她从未正式开口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我们早已暗自心照不宣 随意聊了些家常理短后 我姐突然提了一嘴 讲着回国了 我正在晒衣服的手 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衣服撑掉落在地上 下一刻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关掉手机音量 透过阳台的落地窗 我看见柳如烟正依靠在沙发上听新闻 她脸上很是从容不破风平浪静 我想她应该是没听见我姐的话 我放下了新打字询问我姐 她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怎么突然就回国了 你没听说吗 我姐片刻的迟钝之后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讲着的老婆婚前还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做罢了 简单的两句话 就让我的内心掀起万丈波澜 讲着是我远房表哥 其实只比我大了几天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现在听说他遭遇这样的事情 心里自然不好受 其实不止这些 讲着是柳如烟这么多年 唯一承认过的男朋友 而我对于他来说 充其量算是柳如烟关系较好的朋友 隔着他们一起谈恋爱后 我觉得他们十分陌生 逐渐远离他们 而每次家庭聚会 遇见讲着的时候 他总是故意跟我提起柳如烟的事情 每次从他口中听见最多的话 无非就是十分感谢由我 他才能遇见像柳如烟 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直至后来我才明白 他一早就知道我喜欢柳如烟 只不过想用这样的方式 逼我退出罢了 我们三个这种尴尬的关系 一直持续到毕业 他们因为毕业后的选择发生争执 讲着选择出国深造 将柳如烟抛弃在国内 因为这件事情柳如烟 曾经消沉很长时间 而在他消沉的时间 都是我日日陪在他身边 陪他买醉陪他欢笑 也许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相伴 我总觉得柳如烟对我 和对其他人终究是不一样的 提到讲着的老婆 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八卦 我姐一说就停不下嘴 我一直压低声音 生怕柳如烟听见他说话 我时刻提放着屋内柳如烟 此刻正在逗狗 他将小狗抱在怀中 纤细的手指顺着小狗的额头 慢条思理地为他顺毛 顺着小狗 我看着他那惊为天人的侧脸 依旧是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表情 小狗不停地摇着尾巴 显然是很享受 他为他顺毛的动作 这只快到一岁的萨摩耶 是我在一年前 听见蒋哲快结婚的消息 鼓起勇气把这只小狗送给他 那天柳如烟 十分开心地接受我的礼物 当即给小狗取了名字 叫小善说是 他跟我一样善良不怕人 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他身上 他目光柔和嘴角一直勾起 我想要跟他表白的勇气 又增添几分 或许他明白我心里的想法 转身望向我阿昭 再等等吧可以吗 我踢到嗓子眼的心 瞬间沉到谷底 或许在那一刻 我终于意识到 就算蒋哲已经订婚有了老婆 柳如烟也心甘情愿 这样一直等着他 就像我愿意一直等着柳如烟一样 阿昭我姐的声音 将我的思绪打断 我缓过声回应他怎么了 目光却从未从客厅移过来 柳如烟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打电话了 嘴角始终挂着浅浅的笑容 我心里瞬间紧张起来 柳如烟嘴角勾起 仿佛勾勒出一个弧度 阿哲 我姐还在不停地发的语音 我的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心跳停了一拍 手脚发凉 小扇跑过来 把一旁的衣架撞到 衣架旁角落里的衣服滚了出来 一点点展开衣服 心却瞬间坠入地狱 衣服的料子很薄很性感 看着这衣服 或许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也可能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那一刻 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 当然地将衣服重新卷起来 扔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我姐再次发过来一条语音 我刚刚都忘记问你了 你见到蒋哲了吗 我听说她是前天的飞机 应该昨天就到了 你们俩关系这么好 她没联系你吗 几乎是所有事情 在这一刻汇集在我心头 我突然想起来 昨天晚上 我给柳如烟打了几十个电话 发了无数信息 一直无人回应 直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过来 蒋哲昨天确实没有联系 我她联系的人是柳如烟 我不知道是怎么结束 和我姐的聊天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从阳台走出去 在与柳如烟的眼神 对上的那一刻 我正愣片刻 一问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她先开口 这段时间我可能会很忙 我恢复得很好 不需要人照顾了 你先回去吧 语气里的淡然和疏远 让我的心仿佛 被人猛然地扔到空中 重重摔下来 意识难以承受 我默然地点点头 手指插进掌心 一年前我跟她表白 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死死地把自己 藏在洗手间 一遍又一遍 冲洗自己的脸 告诉自己该放下了 离开之后 我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 和以前一样不同的事 再也没有找过她 直到一个月前 我差点在海中被淹死 再找到我的那一刻 柳如烟死死地抱住我 她着急地拍着我的手 整个人十分焦急 满是找到我之后的喜悦 阿昭终于找到你了 要是你不在了 我可怎么办 我察觉她整个人都在颤抖 将她揽入怀中安慰 从那之后 我们的关系再次突飞猛进起来 她甚至把我的生日 当作她家的主密码 我以为这一次 她下定决心要选择我 我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却没有想到 这次如愿以偿的人 还不是我是蒋哲 这段时间 只不过蒋哲和她女朋友分手了 现在柳如烟再次把我赶出家门 又恢复以前那副 距我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就好像这一个月的暧昧 完全是我的幻想 门外的敲门声拉回我的思绪 蒋哲已经开门进来 眼神十分复杂地看着我和柳如烟 柳如烟整个人十分恐慌 眼神带着愧疚望向门外的人 我瞬间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一口气堵在嗓子眼 吐不出来厌不下去 蒋哲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柳如烟一眼 十一片刻略带尴尬道 昨天晚上 我有东西忘在这里了 过来取一下 她刻意强调的话语 我并非不明白她话语中的意思 隔了半天 柳如烟才缓缓有所行动 忘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去帮你找 我淡然地听着他们二人的说辞 此刻只觉得 我自己站在这里可笑至极 目光一转 我看见蒋哲此刻 手还按在解锁的指纹上面 原来这个房子的指纹密码 不止我有 蒋哲在伸手去拿东西的时候 柳如烟十分担忧地 拉住她的手腕 凑过去看她的肩膀 你知道的症状怎么还没好 皮肤病向来是难治的 要不然我再陪你去看看医生吧 这种温柔体贴 是我自从认识柳如烟开始 从未听过的 蒋哲皮肤很白嫩 肩膀上并看不出 有什么皮肤病的症状 蒋哲微笑道已经不疼了 只不过我的皮肤 有些娇气罢了 柳如烟一直紧绷的眉毛 缓缓舒展 那就好这样 我就可以放心了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站在这里说话 就仿佛这个家里 只有他们二人一样 我一时有些恍惚 柳如烟在面对蒋哲的时候 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蒋哲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眼神 甚至是皮肤上长了一颗痘痘 都会被她铭记于心 哪怕后来蒋哲 一次次都没有选择她 柳如烟还是愿意 死心塌地地等着她 拒绝所有人接近 而现在看着二人 如胶似气的样子 柳如烟终于可以 撇弃自己的层层伪装 再也不用去抢装 让蒋哲明白 她就是非她不可 直到现在 我清晰地明白一种 挠心的嫉妒 到底是什么感觉 小扇跑到我的脚下 不停地转圈 看着她的反应应该是饿了 直至我喂完狗之后 看着二人 依旧有说不完的话一样 我不想再留在这里 也不想让自己 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 收拾完东西之后 一刻都没有停留离开 在经过门口的时候 我在三犹豫之下 从门上删除我的指纹密码 有些话我不想说出来 也不想听她对我说 让我们两个 都处于难堪的境地 突然柳如烟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阿哲对这些小动物的皮毛过敏 我转过头看向她 一时有些不明白 她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看都没有多看我一眼 语气淡然又带一些强制 你把小扇带走吧 气氛瞬间尴尬起来 我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 原来心里难受到一定的程度 真的不会有任何感受了 阿招你别误会了 蒋哲突然走到我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只是出来乍到 实在是没有落脚的地方 况且现在这个社会并不安定 柳如烟不放心 我一个人住在外面 你放心 等我找到一个安全的住处 我就离开 你可以带着小扇回来 说着蒋哲突然转头 看了一眼柳如烟 我自己对小动物皮毛过敏的事情 都忘记了 没想到柳如烟 竟然记得这么细心 我看着他们二人 反应过来之后 觉得可笑的始终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谁最会损人 那便是非讲证莫属 她总是以一种无辜的面容 先是不顾我的感受来捅伤我 然后再在我的伤口上撒烟 或许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就当她是无意的 我还记得柳如烟之前在 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高冷 她家境很好 长得十分漂亮 在进学校的第一年 就成为校花 只不过她身上自带一种 所有人都不要靠近她的体质 让人不敢接近 我和柳如烟会联系多 有很大原因 都是因为在小组学习的时候 分到一组 那段时间每天都很忙 但每天也都很充实 蒋哲见我每天繁忙的样子 担心我顾不上吃喝 经常来学校给我送饭 慢慢地 她和柳如烟的交集 也就多了一些 送的饭菜也从一份变成了两份 后来他们官宣恋爱后 蒋哲开玩笑说不想孤立我 也习惯做什么都和我一起 可被我拒绝多次后 蒋哲渐渐地就不再提起这件事情 记得有一次在学校忙到了深夜 我忘记是出于什么原因 跟着他们一起出去吃夜宵 那时我和蒋哲一直在聊天 并没有注意到柳如烟 点了三份蒜蓉小龙虾面 蒋哲很喜欢吃面 却从来都不吃蒜 蒋哲微不可查地猝起眉头 但什么也没说 拿起筷子闷头吃饭 或许喜欢一个人 才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柳如烟自然也不例外 柳如烟察觉到 蒋哲在刻意避开那些蒜石 突然从一旁 多要了一双一次性筷子 在蒋哲十分惊讶的目光下 亲自帮他把碗中的蒜 全部挑了出来 做好这一切后 柳如烟蓬经理看着 还在吃愣的蒋哲 高兴坏了吗 现在可以吃了 那时候蒋哲也是用 现在这种语气 他一边吃还一边 不忘记跟我禀报 柳如烟真是我认识 这么多人最贴心的一个人 也不知道谁会有兴趣 到他这样的人 我没有说话 看着他碗中一颗蒜 都没有的面 有些走神 从那之后 柳如烟找我聊天的次数 也多了些 不过都是在过问蒋哲的喜好 我也想和他说话 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一直在帮助他去追蒋哲 但却再也没有和他们 吃过一顿饭思绪飘回到现在 我轻轻地把肩膀上的大手推掉 强压着心里的不甘心 朝宠物间走去 我把小狗平时会用到的东西 全部收拾妥当 最后把还在沙发上 睡懒觉的小狗抱在怀中 整个过程我没有看柳如烟一眼 也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来看我和小狗一眼 再次经过蒋哲的时候 我语气淡然 柳如烟并不是什么贴心的人 只不过是你对他很特殊而已 在回去的路上下起了小雨 我离柳如烟的家并不远 走路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到家洗漱完之后 我给小狗也洗了个澡 安置妥当之后 已经到半夜十二点了 蒋哲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我这次回来实属意外 并没有想和你抢柳如烟的意思 我沉默半宿 懒散地打了几个字 你没有想要和我抢的意思 但你们还是睡了 不是吗 发出去的信息石沉大海 眼看手机屏幕却要吸掉 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再次涌入我的脑中 前几天我先前的一个好友 来我这边出差 我和柳如烟一起请他吃饭 上菜的时候好友的视线 一直停留在我和柳如烟身上 我有些莫名其妙 下意识看向坐在我身旁的柳如烟 而柳如烟表情十分淡然 十分自然地拉着我的手 就像正常男女朋友那样 或许他的反应就像是一种宣告 像我的好友宣示主权的意思 他牵着我手的温暖 一直蔓延到我的内心 直到吃完饭回去的时候 我还总是有些没有回过神来 好友突然和服务员商量 刚刚点了一份蒜蓉小龙虾 就换成麻辣的吧 我的朋友不喜欢吃蒜 我惊讶地抬起头 眼神却和坐在我身旁的人对撞 柳如烟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惊讶 而我只觉得自己此刻十分狼狈不堪 或许我在他的心中从来都不重要 他都能想到蒋哲不喜欢吃蒜 而我和他一起相处这么久 他却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也不喜欢 其实这些事情我早就该明白的 我坐在窗台又抽了一块烟 打开电脑准备搬离这个地方 在一年前我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 来到这座城市 除了柳如烟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当初我的这套房子也是他替我找的 他告诉我 这是他小姨妈不用的房子 这里一直都没有人住 柳如烟的小姨妈叫沈颖 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海外名校毕业 几乎拿到了所有顶尖学历 年龄却和柳如烟同岁 说起来 我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 记得那次是在柳如烟的成人礼上 沈颖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 看起来格外孤单 当时没考虑多久 我就决定住在这里 并且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按照当地的价格 每个月按时给他交租金 除此之外 我和沈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既然我已经决定 要和柳如烟划清界限 我便不能再用和他有关的任何事情 包括这个房子 双目无神地看着电脑 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 我已经找了不少地段很好的地方 加了许多房东的联系方式 眼看太阳已经缓缓升起 我干脆关掉电脑 回到卧室中休息一会儿 整个人提不起半点力气 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 回来淋的那一场雨 在我迷迷糊糊的期间 我似乎感觉到有人靠近我 紧接着 我只觉得额头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平静地躺在卧室的大床上 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不再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意识无比清醒 我盯着天花板愣神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手机刚充上电 几十条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 铺天盖地的涌进来 有同事的 好友的 老板的 房产中介的 甚至还有昨天晚上 蒋哲给我发来的道歉 可我唯独没有等到 我最想看见的那个人 我点开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时间还停留在好几天前 停留在蒋哲还没有去找他之前 我正在跟他商量 周末要不要去周边小城市游玩 他当时毫不犹豫回应我 好 我现在就下单野外的帐篷和零食 可是是不如人意 在那些帐篷和零食还没有到的时候 这一切就已经改变了 我独自开车 在他家门前等了很久很久 可终究没有等到那个手心用的人 我强迫自己 不想再想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掀开被子到淋浴间沐浴 在下楼路过客厅的时候 就在厨房里面 看见一个娇柔的女子 电饭包正在呼呼地冒着热气 切菜板上的饭菜已经放不下了 那个女人正在看着手机上的做菜教学 十分认真的学习 按部就班的去做菜 包粥 她总是一动不动的看着手机上的教程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才开始下手去做 我注意到 视频里的做饭博主 让她加算的时候 她并没有去加算 我想 或许是她没有听到这个步骤 也可能忘记了 终于她注意到站在家身后的我 看她转过头来 我才认出这个人 是神影 神影面部改色的关掉自己手机上 还在说话的做饭视频 嘴角的笑容明显 你昨天晚上发了高烧 要不然你再去睡一会儿吧 饭菜马上就好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听从又回到卧室 还没有转身 又被身后的女人叫住 你先别走 我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和你商量 我疑惑地看向她 示意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最近在这里 有一笔新的声音 我可能要在这里 多住一段时间 她脸上有一些尴尬 我昨天晚上回来得匆忙 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你 实在是打扰到你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 隐隐约约想起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那些都不是幻觉 其实除了上一次 在成人里上的一面之缘 柳如烟几乎从来都没有 给我提起过她这个小舅妈 偶尔提到她 也总是三言两语的 就开口过去了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她这个小舅妈 竟然这么热情好客 乐于住人 见我没有回应 神隐一时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如果你不希望我住在这里 可能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实在不行 我免了你这个月的租金 或者我给你一些钱 我有些争住 想起今天早上 看见房东给我发来的信息 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 谈不上什么打扰 我开始刷短视频 却没想到 第一个刷到的短视频 就是柳如烟的 他们今天正在离我们居住的城市 不远的上村旅游 照片里的男人 穿了一件黑色的冲锋衣 虽然他把自己遮挡得很严实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是蒋哲 他们今天所剧完的地方 刚好是我上次看的地方 柳如烟刚好拍到小山村的招牌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意无意之间 我已经打开和柳如烟的聊天框 可是手机屏幕黑了一次又一次 我终究一个字都没有打出去 或许我连质问的资格都没有 突然我发现 聊天框中正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我整个人瞬间紧绷起来 对面很快发过来一句话 这边还有一些狗狗的东西在这里 反正我这里也用不到 你有空的时候过来拿一下吧 我整个人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站在原地 一时间 我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 我正要回复他的话 神隐用厚厚的毛巾端了一个大碗 推开我的房门进来 这周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熬出来 你快点帮我尝尝 味道怎么样 我现在是关掉手机 朝他那边走过去 神隐小心翼翼地把大碗放在桌子上 拿起勺子吹了一遍又一遍 刚出过的周热气腾腾 他小心翼翼地搅匀 一点点地吹着 他坦然地坐在我对面拍了拍手 刚刚你也看见了 我这周 都是跟做饭博主献学献卖的 如果要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直接跟我说就好 这样以后我就会进步 以后 我拿着勺子的手在桌面悬着 做足了心理准备之后 缓缓地用周 我本想无论好喝不好喝 都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却没有想到手里这碗周 当真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喝 味道很不错 神隐骄傲地扬起下巴 在端给你之前 我已经尝过了 我也觉得很不错 在我们喝周的期间 神隐出去接过一个电话 他说他公司里有事情要忙 可能很晚才回来 让我不用等他吃饭 他离开之后 我有些纳闷他说的这些话 结合以前我自作多情的那些教训 只能让自己不要多想这些事情 喝完粥之后 我姐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告诉我 蒋哲跟家里人说 以后都不打算回去了 就在这里定居 我愣神几秒之后 才明白昨天晚上 蒋哲突然给我道歉的原因 想了想 我把我决定搬家的事情告诉我姐 我姐十分惊讶 察觉我这边没有回应 疑惑地询问 你和柳如烟分开了吗 我有些愣神 明明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 如今又怎么能谈分开呢 其实你们早点分开也好 我姐叹了口气 隔着手机屏幕 我都感觉她整个人有些自在 柳如烟虽然家里条件不错 人长得也还行 只是她的性格那么骄傲 已经习惯了被人伺候 我都不敢想 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相处的 上次我过去看你的时候 我刚好遇见你们一起出去逛街 我看你和她相处 总是小心翼翼的 你也是一个需要别人保护的人 可是她对你的付出 连你的1%都达不到 你知道我当时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 心里有多么难受吗 我的喉咙瞬间哽咽起来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姐继续侃侃而谈 其实你前几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心里都明白 你又是在帮她干活 你别总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姐说着说着 声音突然哽咽起来 我不希望你可以遇见一个多么好的人 最起码你们可以是相爱 下午的时候我和房东约定好时间 天已经快黑透了 才去看房子 但一连看了好几个房子 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回去的路上又遇到堵车 用地图绕了不少小路 但在回到家的时候还是深夜了 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没电关机了 刚退下去的时候好像又烧起来了 我顾不得头痛 只想快点回到家里 却没有想到在拐弯的地方 看见柳如烟和蒋哲 他们明显是出去约会 刚刚回来 蒋哲手里加了一支烟 十分漫不经心地抽着 完全不考虑自己身旁的人 是否喜欢烟味 看着他们二人穿情侣装的样子 这是我十分奢望的事情 蒋哲见柳如烟在他身后走得有些慢 直接胳膊一抬 将人背在身上 昏黄的路灯把二人的身影 拉得很远很远 仿佛有一种一切静好的感觉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远 或许他们就这样一步步远离我的世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看着柳如烟这样的行为 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感受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里一点点消失 直到再也看不见 这一刻 我好像彻底放下了这些年 一直莫名遵守的执念 到家已经快一点了 可是客厅的灯还亮着 沈颖穿着一身工作服 坐在客厅处理工作 听到开门的动作 他偏头看向我 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这种熟练的口吻让我有些走神 就好像我们不是今天才住在一起 我们已经同居很久了一样 我看着他 你在等我吗 沈颖狼响的伸了的懒腰 把电脑合上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既然你回来了 那我就放心上楼睡觉了 我看着他困倦的身影 低下头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滋味 接下来的几天 我的工作也莫名繁忙起来 只能利用下班那一点点时间去看房子 可不管我多晚回家 沈颖都会在客厅等我 家里永远会被我留一盏灯 有几次我回来的实在太晚 沈颖竟然直接给我打电话 让我给他发手机定位 前来找我一起回家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愁出很久 还是把我要离开的事情跟他说了 他猛然的踩了刹车 车差点翻过去 隔了半天 他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为什么会想着要搬家 如果你实在不想住在这里 我还有其他朋友也有空房子 他们那里也会安全一些 你自己去找房子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我实在没办法不怀疑 他心里对我有其他心思 可是我又实在没有理由 去证明这个猜测 难道就因为当初 在成人里上的一面之缘吗 更何况他还是柳如烟的小姨妈 差不多过了半个月时间 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房子 离公司很近 环境也十分不错 在回来的路上 我和神隐默契的有些沉默 晚上洗漱完之后 我去厨房洗一些水果 注意力有些不集中 水果刀不小心划破手指 由于疼痛的刺激 我下意识闷哼一声 神隐火急火燎的跑过来 握着我的手观察片刻 毫不犹豫的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口中 之后又把我的手在水下清洗 拿来一药箱 小心翼翼的替我处理伤口 他的手很小 但处理这些事情却做得紧紧有条 处理好之后 我迅速抽回手 我还有工作没有处理完 先去处理工作了 我将电脑抱过来 刚掀开电脑 神隐就把我怀中的电脑抱走 你的手受伤了 这些事情我来替你爸 他熟闷熟路的打开我的电脑 去处理我的工作 他平时处理的工作 都比我这样难上百倍 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注意到我一直在打量他的眼神 嘴角勾起 我认真工作的样子很美吗 我顿时被吓得哆嗦了一下 我只觉得自己的脸滚烫得可怕 电脑不小心被我触碰到地毯上 散热器还在呼呼地响着 我蹲下去捡电脑 刚好神隐也蹲下去 我们的手就这样视直交叉了 门外突然传来房门解锁的声音 我们同时转过头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看着我们 看着柳如烟此刻的样子 我心里十分讶异 他这是在生气我今天的所作所为吗 问了好一会 我完全无视他 伸手捡起地上的电脑 我刚想站起来 只见神隐猛然站起来一个没站稳 想要摔下来 我下意识接住他 把他揽入怀中 我扭头看向他 缓缓地把他放进沙发上 神隐坐得离我很近 盯着柳如烟的眼神并不友好 你这么晚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是来找林昭的吗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语气十分不友好 你回来了怎么不先通知我 神隐丝毫不在意 我每天很忙的 忘了告诉你了柳如烟的脸色更加难看 我看见他手钻得很紧 都能看见手臂上的血管 走到我面前 我给你发信息过了这么久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我 我十分疑惑地看着他 过了半天才想起来 是上次他给我发消息 让我去他那里拿狗狗的东西 难道我当时没有回他信息吗 或许是因为这几天 忙着找工作换房子 回到家之后 也是和神隐一起研究怎么做饭 研制新菜 好像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去看手机 也没有思考回他信息了 静默半天 我抬头望向他 这段时间有点忙 抱歉 我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 我偏过头看像坐在我身旁的人 神隐看起来心情十分好 你们先坐在这里聊吧 我上楼拿下东西 神隐刚离开没有多久 柳如烟从包中掏出一个小球 放在桌子上 只是小善最喜欢的玩具 掉在沙发下面 你上次忘记拿走了 我瞟了一眼 放在桌子上的小球 这个小球 是我上次和柳如烟 一起去逛庙会的时候 我做游戏迎来的奖品 我并非当时没有看见这个小球 而是我实在不想带走它 不愿意想起当初的回忆 我平静地问 难道你今天特意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送回来这个小球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小善刚好在这个时候 从楼上跑下来 看见柳如烟 她十分高兴地跳来跳去 不停地在柳如烟的身旁蹭来蹭去 柳如烟将小善揽在怀中 像以前一样揉着她的额头 为她顺眸 过了半天缓缓说道 你看 小善多想我了她的语气很平静 似乎只在说这个宠物 又好像在暗指其他 我实在不想在她的话语中猜来猜去 开门见山道 你今天来找我 讲着知道吗 柳如烟你没看下我 我今天来找你 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提醒道 现在已经不早了 她一个人独守空房 难道你不觉得她会不安全吗 我冷静地看着她 她把小狗狗从怀里放下来 想过来牵我的手 我朝后靠了靠躲避她 她看见我刻意回避的接触 眼神里的失望明显 阿招 阿哲是因为这段时间 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现在实在走投无路 普通朋友的关系而已 我也真的是出于朋友来关心她 你能不能不要多想 也不要妄加猜测我们之间 看着她如今解释这些 我只觉得十分好笑 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一个细心的人 身心都照顾上网 柳如烟失语 回到卧室 我不停地冲洗我的脸 努力平静心底蠢蠢欲动的情绪 而我的大脑却十分不受我的控制 不停地回想刚刚柳如烟跟我说的那些话 她说 是因为讲着那天晚上找到她 他们一起喝了很多酒 是酒后才会做了错事 她一字一句告诉我 那天晚上只是一个意外 突然门外的敲门声 打断我这些烦闷的思绪 沈颖懒散地依靠在房门上 手里拿了一瓶红酒 我轻声询问 柳如烟离开了 沈颖摇了摇头 今天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我担心她回去不安全 就让她留在这里了五点的顶头 没过多久 沈颖再次挑起话题 我有很多话想要和你说 我可以进来吗 我看着她手中拿着那瓶红酒 她的睡衣十分暴露 我一时不知道该往哪看 就在我目光乱跑 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我只觉得现在的气氛 莫名有些奇妙 这里没有什么地方 是你不能进的 我刚把门关上 转身就看见沈颖 已经自顾自倒好了酒 我没有说话 她也没有开口 过了一会儿 她又拿出一个空杯子 倒了小半杯红酒 半眯着眼睛看向我 我抬眼对上她的眼神 这几天 我总是忙于工作和找房子之间 过于疲惫 打不起精神 沈颖察觉到我的状态之后 每天晚上都会主动提出 跟我喝几杯 她告诉我 这样可以缓解我的疲劳 我并不感觉到有任何意外 更不会有什么不所知处 可现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又自作多情了 我总觉得今天的她 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她看着我的眼神 有种我看不透的感觉 我心跳莫名加速起来 慢慢走到她身旁 结果她给我倒了一杯酒 我明天上午要去签合同 安家的合同 我捏了捏手中的杯子 声音极低 说吧 一口腔手中的酒饮进 而且最近你工作很忙 我也不想在这里 继续耽误你工作 神影十分意外地看着我 林昭 你现在是在紧张吗 我有些睁住 抬眸望向她 神影推咽了口口水 更凑近我一些 你现在紧张的心情 是因为我而起的吗 我看着她迷糊的眼神 大脑莫名有些空白 张了张嘴 好不容易够丝好的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门外去不合时宜 传来敲门声 阿昭我猛然地站起身 却在下一秒 被神影拉住我的手 神影也跟着我站了起来 只不过她的胳膊 还上我的腰身 死死地贴着我的后背 抱着我 湿热的气息 瞬间在我的脖梗处滚动 带着薄薄的酒衣 我现在甚至不用照镜子 我也知道我的脸 现在红成什么样子 我的身体有些僵硬 听着神影缓缓开口 林昭 我喜欢你 我们试试吧 我告诉她 我想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神影这段日子对我的好 和对我的照顾 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她记得我不喜欢吃蒜 也知道我很害怕孤单 无论多晚 都会在家里 给我留一盏灯 她的温柔体贴 细心入微 几乎渗透到 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让我无法避免 也无法拒绝她的好 以前那几年 我在柳如烟身边的时候 我习惯委屈自己 去迎合她 我总是小心翼翼地 揣测她的心情 仿佛她的一个笑容 都是我奢望不到的 而像现在这种 体贴入微的照顾和关心 是我从来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样 我总觉得这一切 都来得太不真实了 神影眼里 十分失望地望向我 我看见她泪水 很快迎满眼眶 但她还是强迫自己 挤出一个笑容 至少你现在不是在拒绝我 不是吗 我嘴角勾起 轻轻地帮她 整理她额角的碎法 我和神影一起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整个人 几乎都要贴在门上 她的视线在我脸上 停留了一会儿 又开始打量 我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我很早就敲门了 你这么久才开门 你们刚刚在里面做了什么 柳如烟上来 就是质问的语气 我现在已经不想 再继续顺从她 更没必要跟她解释什么 柳如烟继续咄咄逼人 你为什么不敢 直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因为你心虚吗 我脸色一沉 心里莫名对她 生起一丝厌烦 转身拉过神影的手 这里好吵 我们下楼把神影点点头 十分开心地 回应我伸过去的手 挑眉看向 站在一旁冷脸的人 麻烦让一下 毕竟我这里地点 也不是很大 我们三个人在这里 就有点挤了柳如烟 死死地盯着她 一动不动 我看见她此刻 指甲已经掐进手心里 身上因为用力过重 颤抖的明显 仿佛在隐忍极大的怒气一样 我醋眉挡在神影前面 柳如烟 你现在是在别人家里 你想要干什么 柳如烟不停地喘着粗气 过了好半天 才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林昭 难道就因为我不小心 意外犯了一次错误 你就要抛弃我 转身移情别恋 去找别的女人吗 说着 她顿了顿 还是说 从一开始 我帮助你搬到她这里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搞到一起了 啪 错不及防的一巴掌 又狠又准 柳如烟一个没站稳 身体直接往后退了几步 差点摔到地上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神鹰使足了力气 毫不犹豫 又朝她另外一张脸 扇了一巴掌 柳如烟猛然地 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她冷冷地看着神影 扯动嘴角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她看着我的眼神 可怜巴巴的 仿佛是希望 我可以帮她报复回去一样 如果是以前 我看见她这样的眼神 一定会心疼不已 不分青红皂白向着她 没有得到她满意的结局 我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可是我现在却意外地平静 柳如烟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生气发脾气 就算我现在和她 真正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你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质问 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从始至终 我们之间都没有确认过任何关系 不是吗 是啊 从一开始的时候 她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我和她之间的任何关系 又怎么会有现在的遗情别恋一说 柳如烟渐渐地愣在原地 脸色逐渐变得惨白 柳如烟在离开这里之前 不可置否地看着神隐 你在很久之前就对她有意思了 对吧 神隐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她当着柳如烟的面 撒娇一样地在我面前伸出她的手 招招 我手疼 我把我需要带的所有生活用品 全部打包进行李箱 就在我准备拉上行李箱拉链的时候 神隐上前阻止我 别忘了这个 她拿过来一大包医疗用品 放进我的行李箱 语气是我出乎意料的温柔 你从小就粗心大意 从来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你总是容易受伤 这些东西必不可少的 我习惯性点点头 突然察觉到她话语中的不对劲 从小 神隐把医疗用品塞进 我包中的手一顿 转身就想要离开 我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忙 我先走了 我目送她离开 突然觉得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在我背后强然发生 没多久我就收拾的差不多了 可就在我准备搬走的时候 房东却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他十分抱歉 房子现在出了问题 没有任何合适的房子给我居住 我现在还不能搬过去 我思考了一下 答应了 我下楼准备吃点水果 却看见神隐此刻 正躺在沙发上处理工作 我走到他身边 看着他电脑上的内容 莫名觉得有些熟悉 总觉得几天前已经见过了 这份工作 你不是在几天前就已经完成了吗 神隐回应我 敲打电脑的手依旧没有停下 我又想到了几个更好的办法 可以让这个工作更顺利的完成 我盯着他认真的侧脸 刚想离开 又听见他继续补充 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提前回来帮你搬家的神隐视线 从电脑上移到我的脸上 明天下午你一个人搬家 我实在是不放心 我帮你把火愣住 我的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酥酥麻麻的 两感瞬间弥漫心肩 却又有些疼 我看着他的眼睛 总觉得莫名有些熟悉 又觉得是我忘记了什么事情 我明天先不搬家了 下次再搬 神隐眼神明显一亮 真的 我感觉我的脸瞬间像火烧一样热了起来 我先不搬了神隐整个人激动的站起来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脸上的笑容完全遮掩不住 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呢 他十分开心的去见客户 大概要半天才能回来 临走之前 他看着我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 再次确认了一遍 你今天真的不会离开吗 我觉得他这个样子莫名觉得好笑 坚定的点了点头 就算我现在想要离开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不会走得神隐俏皮的看了我一眼 那你就在家里乖乖等我回来 我低下头 脸莫名其妙又烫了起来 我以为我还在因为柳如烟伤心 他说话的语气很轻 似乎是很害怕刺激到我的情绪 我有些无可奈何 可是不管我怎么跟他说 我已经放下了 他就是不相信 他最终竟直接表达 今天要给我打电话的目的 他要给我介绍结婚对象 我本来想拒绝 可是看着那发过来的照片 实在不得不承认 很眼熟 真的十分眼熟 我把我和我姐的聊天记录 直接转发给神隐 对面一直在正在输入中 长达十分钟却一直没有人回应 我心中莫名 没有什么话要解释解释嘛 对方依旧是一直正在输入中 却始终没有发出来任何话 最终 神隐给我发过来一个无奈的表情包 要不然你还是等我回去 亲口跟你说吧 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今天比以前都回来很早 他仿佛完全没有被中午的事情干扰 表情十分坦率 在他看见我目光的时候 还没忍住笑了出来 这么早回来 你吃饭了吗 他叹了口气 语气十分委屈 我今天从早忙到晚 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哪还顾得上吃饭呢 我下意识醋眉 主动走到厨房里给他煮了一碗面 我去给你煮一碗面 先垫垫肚子吧 怎么能不吃饭呢 我的手突然被拉住 神隐乖巧地走到我面前 我刚刚是故意逗你玩的 我已经吃过了近距离对上他的视线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 滚烫的温度一直蔓延到心间 那个 连嗑好几声 我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是怎么会认识我的姐姐呢 神隐有些正愣 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你们了 我十分惊讶地看着他 神隐嘴角勾了勾 其实你也应该在很久之前就认识我了 大概是我此刻呆呆望着他的样子 太过愚蠢 神隐轻轻地捏了捏我的脸 告诉我最终答案 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两家是邻居 我们的父母又是同学 所以我们之间的来往十分频繁 那时候我对你的印象十分深刻 我也经常和你一起玩 有一次可能你自己都忘了 那天天都十分黑了 我还要去玩滑滑梯 当时你死死地攥着我的手 一直陪着我 你很害怕黑眼泪掉下来也不吭声 却还愿意陪着我 我心里猛然一颤 在我的印象里 很小的时候 确实有一位邻居 跟我们家关系很好 只不过我后来出了一次车祸 小时候的事情都记得不太清楚了 后来由于我上学的原因 我们家搬到了其他城市 两家的联系自然也就断了 后来知道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才意外遇见你的姐姐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你姐姐把你的微信推给我 她也经常会跟我聊关于你的事情 现在想想 或许她很久之前 就想搓合我们俩了 最后 神隐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柔情 语气也比刚刚高谈阔论的样子 更温柔一些 招招 昨天晚上柳如烟只说对的那一句话 我确实是很早就对你存了非分之想了 我呆愣地看着她 心里这种感觉来得实在是奇怪 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神隐突然靠近我 在我的唇间落下一个吻 招招 连老天爷都一次又一次地撮合我们俩 我们就试试吧 好不好 我有些紧张地扯动她的衬衫 动了动唇 想要说些什么 我的手机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暧昧的气氛莫名尴尬起来 蒋哲给我打电话 她告诉我昨天晚上柳如烟回去之后 一直喝了一夜的酒 现在高烧不退 如果我再不过去看看她 可能她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她不愿意吃药 也不愿意接受治疗 她只想见我 让我重新回到她身边 柳如烟的声音响起 阿招 我已经习惯了你在我身边的日子 我实在是不能没有你 你就来看看我 好不好 我低头看着身旁的人 沈颖再次吻了我 别担心 我陪你一起去 我到了柳如烟家里 沈颖并没有进门 你们之间的事情 就好好解决吧 我看着她的样子 下意识保证 别担心 我很快就出来 沈颖笑容明显 我相信你 我走进卧室 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光彩明媚的卧室 现在竟然这么黑暗闷人 柳如烟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疲倦 像死了一次的人 面如死灰的躺在床上 整个人看起来格外虚弱 我抿了抿唇 不愿意吃药 也不愿意治疗 你没必要用你的身体 来跟我开玩笑 柳如烟沉默了一回 对不起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柳如烟淡然道 其实我昨天晚上说了很多错话 我这段时间也做了很多错事 我淡然后退 那些话我都不在意 我也愿意接受你的道歉 想着很担心你的身体 所以我劝你最好快吃药 快点接受医生的治疗 柳如烟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那你呢 你也和她一样担心我的身体吗 我叹了口气 你现在是死是活 都与我无关 阿招柳如烟叫住我 从前我一直以为我爱的人不是你 可直至你离开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内心深处的人 其实一直都是你 明明 这些年一直相互陪伴的人 一直都是我们 其实相爱的人一直都是我们 他的嗓音格外沙哑 阿招 对不起 其实我一直都欠你一句 我爱你 可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我沉默地转身看向他 我看着他的眼睛 声音毫无波澜 没有人会愿意一直站在原地等你 我也一样 我没有想到蒋哲会站在卧室门口 他看起来脸色惨白 面如死灰 看着他这个样子 我就知道 刚刚所有的谈话 他都听见了 林昭他的声音低沉 我跟你明正暗度了半辈子 说到底 还是你隐瞒我无语地看着他的样子 蒋哲垂下头 昨天晚上他回来之后 一直默不作声地喝酒 甚至完全不在乎我说的话 不管是清醒还是酒醉 他的心里始终只有你 后来我想扶他上床休息 可是他一把推开我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昨天晚上 看着我那厌恶的眼神 完全没有一丝情谊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蒋哲顿了顿 他满眼通红地看着我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像昨天这样 你就不会不要他 他不愿意再重蹈复制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 蒋哲已经从柳如烟的家里搬走了 柳如烟也没有再来打扰过我的生活 只不过我偶然和神隐出去约会的时候 会在家门外看见他 至于有时候是不是偶然 我已经不想再去追究 这个无聊的问题了 在周末的时候 神隐主动给我提出 想要多出去走走 不想整日里闷在家里 到了之后 我才发现他是想带我去玩过山车 工作人员很快帮我们完成一系列动作 神隐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昭昭 你害怕吗 我牵住他的手 不怕在过山车开始的瞬间 我整个人时刻处于失重状态 大脑瞬间被放空 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那些很重要的人和事 以前曾经困扰我很多年的执念 也在这一刻全部都被放空 在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从未如此清醒 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脑子里全是神隐的笑脸 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 我洗漱完之后躺在床上休息 拿起手机给房东打电话 告诉他我不需要那个房子了 出于我的补偿 我并没有要求他退我给他的押金 然后告诉神隐这件事情 没过多久门外就传来敲门声 神隐和以前一样 穿了一件性感的睡衣 怀里抱着一瓶红酒依靠在门上 他应该是刚洗完澡 头发上甚至还有水渍 过了一会儿 他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昭昭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看着他 心里明白他头里说的 考虑清楚是什么事情 我已经想清楚了 神隐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你真能放下柳如烟 我与其坚定 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从此以后我的心里只会有你一人 我和他之间不会有任何关系 看着神隐的笑容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的脸 故意逗他 其实也不一定看着他的小嘴撅起来 我落下一吻 含情默默的 以后我就是他小一副了全文完